舞台上就是会看到两个装置 一个装置就是大量堆积的退层神像 有些洞啊或者是洞穴 让舞者去做穿梭 攀爬 另外一边就是五六十支左右的 温宫池吊挂的装置 温宫池里面是铁片 所以它会制造一些声音声响这样子 然后会有点白噪音或者是那种吵杂的感觉 对比就是要呈现一边是已经不是神的状态 另外一边就是成为神之前的状态 这一次的元素有一些传统乐也有西乐 然后你可以听到一些电子的声音 也可以听到原声乐器的声音 电子乐就是声响上的辅助 第一首有用制作那个佛像的那个敲击的声音 北管只是一个声响出现 对主要在那个伯伯的那一段 就是让它要有锣鼓的声响比较热闹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因为 我不想让它听得太像北管 所以我有加了一些夕阳管风琴 就让它有点像教会的感觉 我在龟之剧场工作 合作从大学四年级到现在应该十年 第一次的合作是叫做小镇情缘 再讲镇上发生的事情 再来是被遗忘的雨季 是宜兰的气候 再来是风景中的变奏 可是这一次是眼神 就是从它的身份去出发的话 已经不是宜兰这一个大的区块 而是它字体的本身 它是一个内在的 创作这件事情没有标准答案 那它要怎么样让它看到的东西 被观众看到 观众可以在它的创作里面 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或者是救赎寄托 或者是不要那么执迷不诺 哈哈 - 加入帖举